老人们经常会说起一句话那就是 黄秋燕这么好 李延杰怎么会舍得你呢 李延杰的兴奋只怕或者抛弃黄秋燕这一点 当初李延杰对立志一见钟情之后 却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黄秋燕要离婚 全然不顾当时黄秋燕怀孕在身 当初成龙调侃李延杰 怀疑他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或许只是一句玩笑话 但是在媒体的深挖下 事情也变得不简单了 当时有普媒体爆料 李延杰是为了改运才与前妻黄秋燕在一起的 当年李延杰因为拍戏摔伤 医生都表示有可能成为残疾 但是黄秋燕还是不离不弃地照顾他 可以说是当儿子一样照顾也不为过 李延杰伤好了之后 就向黄秋燕求婚了 本来以为是为了报恩 但是竟然还另有引擎 传闻当时有位高人找到李延杰 告诉他最近要有件喜事 批养他之后就可以顺风顺水了 毕竟老一辈也一直有冲喜的说法 于是李延杰干脆就娶了黄秋燕 对于李延杰来说 估计黄秋燕就是一味药吧 一味拯救他命运的药 也确实开始黄秋燕能帮他找恋武师傅 后来能帮他联系电影角色 还能不求回报地照顾他 这样呢要哪里找呢 可惜这段婚姻仅仅三年结束了 后来李延杰追了励志十年 终于去回家了 成龙后来和李延杰拍完《功夫之王》之后 还在记者面前调侃过李延杰非常怕老婆 李延杰会怕励志 但是当年对于黄秋燕确实以止气势 在和李延杰离婚之后 黄秋燕因为还不起高额房贷 由于怀孕没有工作 只能记住在朋友家的地下室 而李延杰除了给黄秋燕留下了一栋 没有还完贷款的房子 连女儿也是不管不顾了 就直接追着励志而去了 后来还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给励志了 现在看李延杰出现在公众面前 感觉老得格外快 还表示自己在修炼 一副看透俗世的样子 也不知道李延杰之改的孕 是不是因为和黄秋燕离婚又消失了 关于此事大家有什么看法 你们觉得要是李延杰和黄秋燕不离婚 会不会更好运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